覺得這個人有罪的話就折斷手指給予刑罰 覺得這個人無罪的話就拔出小刀 再考慮一下 不能帶著名府的東西到外面去 再者也不能在名府之門前回頭上後看 一旦違背的制約即無法逃離死神的誘惑 來自名府的警告 名府的東西是指什麼? 就是這邊的所有一切吧? 搞不好,這個呢? 研究員B的正旗 根據此正旗B與A是住在香林的房間 在救警前,隔地的房間傳出了吵雜聲音 所以稍微打開門,窺射了走廊 在確認狀況的時候目擊到 目擊到這個男人自A的房間走出來 並且清楚看到他手中握著竊道品 之後B去找A確認 但A始終保持沉默 A堅持主張什麼都沒有發生 但B表示A的臉角被毆打了痕跡 B與男性的關係很淺 唯一的接觸點是B的專屬佣人 專屬佣人 是B的專屬佣人不在的時候 被B的專屬佣人委託了佣人C 男性的專屬佣人 有幾次負責打掃B的房間 反正就是如果B的佣人不在的時候 這個男的就會去打掃B的房間 因為這份機緣在男人成為罪人的現在 C和C與B的專屬佣人身份在工作 B與男人雖然相識 不過只是偶爾打掃戶的程度 並沒有其他的關聯 C的證詞 根據證言C跟男人有了極高的評價 在目擊到B的晚餐後 從A的房間出來的那天 他為了準備每天必備的睡前茶水 來到男人的房間 男人的表情有點複雜 叫得明解只是敷衍了回應 但他突然間想起了什麼事 情緒高了說想要去見A就離開房間了 由於從男人本人聽說 他最近跟A變得疏遠 所以感覺到有點不可思議 據他所說 那天那天開始 男人打掃的金額就變多 C向男人學問原因 男人面帶笑容回答說得到了臨時收入 C打算問得更加具體 但被男人敷衍過去了 從態度看好像有事情瞞著C C做事非常C心 旁人的評價也很高 且為人正直 加上相貌端正 其外表也有極高的人氣 雖然其他的研究者 曾多次拜託男人交換專屬庸人 但男人直到最後都沒有把C給任何人 取得了A本人的鎮言 據A說 男人在最後晚餐前向A借錢 A因為男人沉迷於賭博 平常就是會出了煩惱的個性 所以就拒絕他的請求 但是男人的語氣逐漸轉為脅迫 最後甚至都用暴力 因此不得不把請給他 臉頰的傷口傷跡 就當時被男人打的 A和男人當初相遇時 意氣相投 所以關係似乎非常好 但自從某天起 A跟男人就保持距離 A是個很不擅長賭博或鄙視的人 因為很容易被騙 所以在研究者交流會的遊戲中 A都會被當成肥羊吃了很大的虧 回來男人保持距離好像也是這個原因 照B所說 A在那之後就不太佳人賭博的事情 在男人被當罪人逮捕後幾天 A高價購買了 A購買了高價的魔術道具 好不容易擺脫二院的A 說那是很稀有的高價異品 而且 而他是用腳踏用踏實存來的錢購買的 有點奇怪 罪狀 此人威脅同房的人 A 為竊得到錢財之罪 因此 因而於此處以掉刑 這個類 很大字的前度 仔細一看 到處都有寫字 黑色屋垂 黑色屋垢殘留在上面 是有來做什麼的 哪有來折手指 還是覺得很奇怪 下面這是什麼 原本還以為是懦弱的男人 卻意外的倔強 堅決不肯認罪 雖然讓他不眠不休的走路 但就算膝蓋扭曲了 內心也尚未屈服 因此我就開始認真拷問他 當我折斷第二根手指時 向他提出 標示自白我就放過你的交椅 於是讓他坦白了 我讓那兩個人依照我的指示做了證詞 大家要是我分別幫他們實現一個願望 這下子就做好所有準備了 所以 他是驅打成招啊 桃子自古以來被用來當作避邪的果實 是不是有辦法利用這顆桃子 從自己的怨靈手中保護自己呢 驅魔桃子 摸摸,指水果嗎? 是有什麼關聯 上所呢 所以這個人到底有沒有罪啊 無罪 小刀斥著指上這句話寫著 犯下罪孽的人 或許會忘記恩情攻擊救助者吧 如果這句話屬實 或許慎重思考會比較好 拔了小刀真的沒問題嗎? 不行啦,真的是 折斷手指 我記得發現卡片的桌上放了一隻鉗子 雖然不太願意 但我還是拿起鉗子 折斷被吊著的男子人的手指 欸 真的要行喔 欸 欸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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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離開嗎? 欸他不讓我選欸 看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他用凹的 他用凹的欸 他用凹的欸 Oh my God Oh my God 他用凹的 他凹就是凹無名詞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OH heeheh 你在幹嘛送給小刀 我在處刑啊 到了子彈子彈的手指的時候 凌晨先生出聲制止了我 あれ? 間違了嗎? 對啊 我弄錯了嗎? 確實 如果是有罪的話 就寫了刑罰的話 不然呢 有罪就給予刑罰啊 等一下 我錯了嗎? 或許他被我嚇到了 幹這個地方你就是必須動手啊 如果覺得有罪的話 就必須給予刑罰啊 等下 這樣做的事 就算是全部做了嗎? 對啊 恐懼 沒有其他地方 就不想回家 等到文章卡片應該沒問題了 我們返回走廊的門前 G Ki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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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play 那個人又回來了 他超危險耶 高高居氣的彩刀 從我屁下來 哇 紅色的地板 鮮豔溫暖 紅色的地板 好溫暖 你以為我猜錯了嗎 所以他是無罪的喔 我想說C跟A都有拿到東西啊 是疊血慘劇 是不是快結局 那如果這個人無罪的話 就是要把刀拔起來啊 拔出 把小刀拔出來吧 我下定決心後 我為了深呼吸 那 那個 人 你不可以幫助嗎 所以這個要靠仁美少姐幫忙囉 我向左手發問後 或許才遇到我的意圖 左手也搭上了打算握住小刀的右手 然後 兩隻手一起握緊小刀 一股莫名不安的湧上心頭 我的手開始不會站倒 然後 或許我的感情傳遞過去了 仁美少姐在上次跟我說 沒有問題喔 一樣 輕輕的握住我的右手 我對仁美少姐的體貼感到高興 對著回應她的心情 我也緊緊握了一下抓住小刀的右手 手的站頭停下來了 好 沒問題了 然後 抓住 我們可以只抓一隻嗎 哈哈哈哈 拔出來 拔出來 當我拔出小刀後 室裡突然開始發光 室裡發光後逐漸消失了 一次桃子爺 在消失後殘留了抹上物品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桃子的 守護嗎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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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這也要拿走 好嗎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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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符放進式女包 最初的審判 還有什麼鬼 這是什麼 像大戀的東西 嗯? 石頭掉落了 石頭? 這邊有什麼石頭之類的嗎? 那這個東西讓我覺得怪怪 說起來為什麼房間中會有石頭呢? 直到剛才我一直都沒有掉下來啊 用手來秤看看比外觀來得清 不對!不是石頭 這石頭的正中央裡面是空的 喔!要洗! 這個 這個 好!門打開了 Open! 噢! 這邊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我失落才聽說 這個男人之前似乎受到很嚴苛的拷問 剛開始是剝奪睡眠和水星 但是據說男人並沒有因此招供 所以就用了駭人聽聞的拷問器具 我問老師為什麼要做到如此苛刻的地步 老師的態度平靜地回答 我說 這是實驗所需 樹林老師已經走火入魔了 原來他真的是清白的 前幾天 那個男人被綁在行家上示眾了 我詢問了一下男人一直主張自己去勇往的 但是我也不太可能證明那個男人的清白 畢竟我沒有親眼看見他被制服的場面 而且我根本沒有跟他熟到可以相信他所說的話 過了幾天 那個男人就喪命了 他的胸口被小刀貫穿 有罪或無罪 聚集在這裡的其中一位男子 因為搶奪他人的財務被制服 但是不知道為何 老師並沒有將那個男人交給警察 而是給予關入單人牢房的處分 如果男人搶奪的事情屬實的話 正常來講應該移送法辦 在那裡的屍體好像已經被當時的男人怨靈附身了 雖然很不入流 但這應該也和老師的研究有關吧 來除去男人的怨靈吧 總之得先將這個男人從行家上解放 將並吊計才行 手計 這樣就一半了 我將男人吊起來後處刑了 男人發覺自己被騙 拼命地訴說自己的清白 但已經太遲了 或已經錄像是男人的自白 在處刑日逐漸逼近的環境中 男人想要狗活的意志也會逐漸升高吧 最初的祭品就是這個男人 蛤?所以 他是 他是被 被當成祭品奉獻出去的 這個抽禮中並沒有發任何物品 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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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走了 這些回頭路了 這些回頭路了 就這樣這邊就沒有任何東西了 那 我就 就出去了 這是這個房間的門 既然他已經拿到卡片了 我想盡早前進會比較好 是 不會要GG了吧 可是 所以我依然走錯路嗎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那是嗎 啊 那是剛才的 營成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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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成的聲音讓我回神了 不然在這邊發呆會被殺掉 欸 當我要逃走的時候 腳被抓住了 就這樣我失去了平衡 欸 失去平衡跌倒之後就暈倒了 你他媽有沒有這麼弱 看你很帥啊 哪裡嚇人了 不是做平衡嗎 我沒有想到 沒想到 那些會不會發想 我們發生電腦 相手都怪責 但我沒有不利 其實是不幸的 我來 好 她的個比 她的生物 她的相對 她的生物 一般 我以為 我不是說 她的這樣 我授得 笑下來 他笑起來很帥阿 哈哈哈哈 你不耐眼 哈哈哈哈 記憶的碎片笑容 你想幹嘛 我們逃到哪裡啊 我想怎麼做的 記憶失了 立得了嗎 對 平均了 那… 這裡有三星人嗎 我最初在的部屋 可能是在室室的地方 這裡擺列著應該是拍攝照片所需要的機械 這裡稱為攝影棚,或許真是正確的解答吧 我在房間中的一處發生奇怪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他...就是拿著柴刀的人 我心裡很清楚,光從外表來看也能看出那不是正常人 以往我們碰到的怨靈也都是怪物 但這次很明確的是想要我們的命 這裡是怨靈怪物的巢穴,什麼時候上面都不奇怪 我們確實體會到了這點 影棚先生溫潔為我打氣 我為了他心意感動,只能無言點頭 這麼說,那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在那之後我立刻又失去了議室所以完全不曉得 我教虐的就是刚刚那个杀人魔 就是他梦里面的那个朋友 当我确认是你爸里面的时候发现他字幕不消失了 明示金还没了 明示金还没了 但是竟然我会说话尸体会动 护身符真的保护了我们也许也不是太不可思议的事 其实如果真的如此重要 在最重要的护腹消失后 我们就没有下一次的机会了 如果有被袭击的话 别想了 无论怎么想似乎都会陷入负面的思考 我得想点其他话题 金正さん 私たちはどうしてここに集められたんでしょう どうしたんだ 急に 見ず知らずの私たちが一箇所に集められたからには 何か理由があるのかも 共通点が見つかれば 何かのヒントにな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千赫说这是实验 既然是实验那一定有目的 在这里进行的一切一定都有其意义 既然如此我们被聚集在这里 也应该是有着某种意义吧 まあ 確かに 真的有了提问 银沉先生却莫名其妙的含糊其詞 どうかしましたか ああ いや 少し言いにくいんだけど あまり役に立てそうにはないな 你就讲了 どうしてですか どんな名字も分かるのか 信じてもらえ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んだけど 記憶がないんだ 名前以外は 思い出せない 除了名字以外 何も想不起 それは跟我一樣 そうですか 所以我也表白自己喪失記憶 我想如同對同樣境遇的隱藏先生說應該沒有問題 誰知道他是不是說實話 真的嗎? 是 對 沒有什麼想像的 任何柔軟的事情 想不起來無論在什麼努力 腦中也無法浮現出任何回憶 確實能這麼說 但是既然喪失記憶就代表著有失去的記憶 就是要要進行的目的 反正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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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是 那是 靠陽 你 你要幹嘛? 那 你有細文耶 因為驚訝與緊張我的聲音不禁上揚 柔軟的 突然貼近我的臉直直頂著我 近一點我能感覺到呼吸 真是端正的臉孔 眼神筆直注射前方 彷彿逐漸吸引人一般 他終於離開了 現在時間應該很短 但我卻覺得非常久 我覺得我被...我覺得這是心騷擾 我有點臉紅心跳 這種事我害羞到說不出口 對...先讓我去前面 我教住了想要去外頭的陰塵先生 在我最初的房間中也放置了一個奇妙的東西 平成先生最初的房間中有放到的東西應該也不奇怪 平成先生反問我 她的表情顯示出她無法理解我所說的話 我不能解釋 我做了幾次 所以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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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單是在書本中夾卡片 這種一模一樣的動作 但應該可以靠類似的要領來達成效果 這朵人造花看起來跟我房中的人造花一樣 既然如此戴上戒指給我靠近的話 如果預測聽到聲音了 他說相框 最後一個找不到一些相框的東西 被想要摸出嗎? 有什麼花在那裡嗎? 對 我聽到鼻的聲音 咦? 聲嗎? 糟糕 我被當成怪胎 啊 那不是 那不是 我被當成指的聲音 聽到鼻的聲音 你的聲音盯著戴著戒指好一針 盯著我戴著的戒指好一針 然後叹了一聲氣好像感覺放棄什麼事 好像是魔法棚 那你也做了什麼遊戲的戰利品嗎? 應該算吧 但是 那是 天天中的言得 那是 叫醒 摩東 夏天中的滴 火梅 火梅 用 喇 口 写设计图吗 这些室内应该怎么可能 但我说到这些室内就没见到 可能是在哪里隐藏 对吧 那我们去找找吧 以便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 謝謝光臨,下期再見 掰掰